秋風在拍廢片 我是舞秋風 常常大家都說秋風在拍廢片 今天秋風就廢到底 來介紹 麥塊裡面 不能合成 也不能被合成的 廢物們 那些物品方塊 在我心中 就是廢物等級的 今天就來介紹這個 真正的廢片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 秋風覺得很廢很廢的東西 叫做灰狼 就是 跟草地長的有點像 然後上面是比較 和色棕色的泥土 這個 灰狼要在 巨木真葉林和竹林裡面 可以找到這種泥土 找到之後呢 你要用絲綢之處 才能把它挖起來 挖起來之後能幹嘛呢 你可以在上面 種樹苗 種甘蔗 種花 還可以種這些東西啦 還算 有一點用啦 這個灰狼沒有變 辦法變成耕地 所以你沒有辦法在 這邊種植一些作物 真是一個頑固的 泥土啊 比這個更廢的 比這個更廢的 還有就是跟 灰狼長得很像的 駿絲地 駿絲地的被 比灰狼 又更上一個層級了喔 一樣用絲綢之處 才挖得起來 它上面不能種樹苗 不能種甘蔗也不能種花 它能種的 只有蘑菇 它唯一的作用應該是在 大太陽底下 還可以種蘑菇 問題是要種蘑菇幹嘛 你跟我說 種蘑菇 裡面 菌絲土上面一堆蘑菇牛 找到菌絲土 就找到一堆蘑菇牛 還要種蘑菇 這個真的太廢了 也不能被變成更地喔 那個 就只有用鏟子變成土之後 才 才有一些作用啊 那個就已經不叫菌絲土了 那就是普通的泥土了 那個就不是在廢物的行列了 講到廢物排行 我一定要把這一個東西 列入廢物排行榜裡面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太廢了 它叫做 毒馬鈴薯 可以吃啊 它的作用大概就是吃了 讓你中毒 就這樣 它不能燒 然後 不能放到堆肥香 存在就是只是單純 真實世界有 毒馬鈴薯這種東西 那個minecraft什麼時候這麼真實了 這個真實的廢物啊 接下來我覺得也超廢的 它就是珊瑚門 我要加門 因為珊瑚不止一個 它有很多個 不論是那種一單片的 或是一塊的 都蠻廢的 它的作用就是裝飾 沒有辦法合成 也沒有辦法被合成 你要用絲綢之處 找到溫帶海洋裡面 反正就是有珊瑚的地方 把珊瑚挖下來 你才可以取得活的珊瑚 然後你把它放在土地上 如果沒有水 它就死掉了 就變成灰灰的 所以 你只能裝飾 在有水的地方 哇哦 就是水族香啦 講了這麼多 就是水族香而已 對 那個流浪商人會賣 喔這 剛剛講的很多東西 流浪商人都會賣了 所以流浪商人都專門賣這些 嗯 心目中的廢物對不對 廢物套現 唉唷 這個商人很會喔 最後要介紹的這個廢物呢 叫做龍蛋 它存在的唯一證明 就是你打敗過第一隻龍 就這樣而已 以前還有一個bug 就是它可以破壞肌炎 對不起被修掉了 所以龍蛋變得 更廢了 如果能破壞肌炎的話 還算蠻不錯的對不對 可是現在不行了 廢上加廢了 存在的證明 只為了證明你打過終界龍而已 其實一開始設計出龍蛋 一開始是想要用龍蛋 再孵出終界龍 可是這個有技術上的難度啦 所以製作群一直沒有實現 所以現在復活龍就用終界水晶用其他方法復活龍了 所以顯得龍蛋就是一個紀念象徵意義大過實際意義的東西了 不過我相信 還是很多人很喜歡拿這顆東西在那邊 欸我有龍蛋 我有龍蛋欸 對不對 畢竟一張地圖才一顆嘛 一個世界才一顆 所以物以稀為貴 廢物就廢物嘛 講這麼多幹嘛啦 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見